今年机器人将会亮相 请大家拭目以待 小天后张韶涵深情一曲 听得华硕员工如痴如醉 为压狂欢时刻 当然少不了卢广仲 华硕尾牙选在世贸一罐 习开740桌 7000名员工创下史上最大规模 而董事长施崇棠也预告今年新品 机器人请大家拭目以待 已经进入这个紧红密鼓的 最后的阶段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现在会看到 施崇棠 翘首拍打 慢波谷 华硕三J再换华招 大碗打极乐器 近百名伴奏壮大声势 而员工表演也有看头 辣妹大秀热舞 就连保守的华硕 员工也是性感现身 超卖力表演就是期待抽奖 把150万的BOVO带回家 恭喜这个蔡总统 我想她也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 也是一个里程碑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政府 就真正的能够有这个智慧 然后能够来好好的处理 这个两岸的问题 恭喜新总统也没忘提醒两岸关系 我要办在选举隔天 难怪少不了政治话题 三星为宇春 胡凯中 台湾报道